各位C您好的同学们,你们好,崔老师又回来了,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入秋了,所以呢天气会变化很大,所以崔老师的嗓子有点哑,希望大家能够原谅,我也希望所有屏幕前面的你们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。 好,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成语,成人之威,好,它的意思就是趁着别人有危难的时候,你去打击他,或者用他的这个灾难的事情来要挟他,达到自己某一些目的,这是一个贬义词啊,成在这里是趁着的意思,威呢就是危险或者是灾难,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据,君子会雪中送炭,小人只会成人之威。 第二个例句啊,就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,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,不该成人之威。 好,那么进一词啊,我们可以说趁人之威,趁也就是趁着的意思,还有落井下石,落井下石的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啊,如果有一个人不小心他掉进了井里面,你不去救他,反而你还往这个井里面扔石头下去,那其实的意思就是,你趁着这个人遇到了危险, 危险和灾难的时候,你去更加的打击他,同样的,进一词还有趁火打劫啊,那么反义词我们刚刚在例句中也说到了,雪中送炭,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天气非常寒冷下着大雪,那么如果你给别人送去了可以取暖的木材,木炭,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别人遇到了危险危难的时候,给他及时的提供了帮助, 是我们今天的成人之威的反义词,好了,今天的这个成语你们了解了吗,我们下次再见